旺返屯門南和機場的屯門至赤立角方面連接路 是長大約5.5公里 會在27日的早上8時正式通車 連接屯門南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 是包括一條長大約5公里的屯門至赤立角隧道 亦都是全港首條設有公共設施走廊的行車隧道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運輸局局長陳凡 亦都出席通車儀式 而儀式將會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主禮 屯門赤立角隧道將會在明天早上8時通車 運輸署說到時起將會有新交通和公共運輸安排 連接路通車後 往返屯門南和香港國際機場的車程 可以縮短大約20分鐘 當局預計新路的繁忙時段 每小時的車流量將會大約2200架私家車 還可以分擔現時屯門公路和青魚乾線繁忙時段 分別大約1成和2成的車流量